诗人皆言秦桧是岳飞含冤而亡的罪魁祸首 那岳飞究竟是为何而死啊 为什么必须是他死呢 而在冤案发生之后 又为何无人敢提他复仇呢 欢迎点击屏幕上的有用按钮支持一下 谢谢 全哥有用的支持点 岳飞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天曰昭昭天曰昭昭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一代抗金名将岳飞 在大理寺狱中留下以上八字绝笔之后 以莫须有之罪含冤而亡 一时之间南宋百姓静香流泪探玩 小人秦桧沾沾自喜 金庭上下饮酒欢庆 以祝贺自个儿的劫后余生 终于摆脱了举国覆灭的悲惨结局 这便是民族英雄岳飞的死亡 与其怒发冲冠 平栏处的满江红相比 少了许多激昂和壮志 却更显悲愤与创然 而今天的我们再看岳飞的含冤而死 许多人说错在秦桧 却亦有不同的声音 表示正式中提及的秦桧 实则亦是为背后某个神秘人背了大国 而这个人史书不好明确提他的名讳 因为他便是历史的定夺者 最高的统治者 以及政治斗争胜利的授亿人 彼时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 有关岳飞之死 实际乃赵构授亿 并不是空穴来风 宋史合著传中就有一则明确的记载 绍兴十一年 岳飞刚刚被诬陷入狱之时 秦桧先派监察御史合著 作为主审官审讯岳飞 面对合著的审问 岳飞义正言辞 毫无拒责 并将自己被刺的金钟报国四个字 袒露于合著的面前 表明自己的爱国之心 温馨无愧 合著是个品德高尚 刚正不遏之人 眼见岳飞如此忠实 心中深受感触 于是承诺岳飞紧力彻查此案 还他一个公道 可不承想 当合著终是查出岳飞乃含冤入狱时 秦桧却对他说 此为上一眼 并当即撤了合著主审官一职 后安排他人再审岳飞 这才坐实了岳飞所谓的罪名 从这段记载中 咱们不难看出 此为上一中的上一 是什么意思呢 有些人也许会说 这话可能只是秦桧 搪塞合著的借口 怎么能够成为 是高宗刻意要置岳飞于死地的证据呢 咱们可以稍微试想一下 秦桧究竟是在何种情况下 说出这样一句话呢 如果只是随便找一个搪塞的借口 假见皇帝之名不就是假传圣旨吗 被旁人听去落下画饼 可是一件危险的事 狡诈如秦桧又如何会这样做呢 所以很有可能 宋高宗真的是受益过秦桧如此做的 合著想给岳飞喜情冤屈 秦桧却告诉他此为上意 那么宋高宗为何偏要置岳飞于死地呢 其中一部分的原因 当然与当时的南宋对近的决策有关 烧星十年七月 岳飞带兵北伐抗襟一路杀到朱仙镇 耗费其十年心血的北伐 眼见胜利在望 却突然收到宋高宗的一纸班师诏 并且停止北伐 班师回朝 十年心血复之一句 对征战日久的岳家军上下而言 都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更何况此后完颜悟数回到开封 又一次夺取了本以为岳飞收复的河南 奇闻此讯更是仰天悲叹 设计江山难以忠心 从这件事里咱们可以看出 宋高宗赵构在对近政策上一直都是优柔寡断 甚至是一心求和 急不支持岳飞北伐 一是因为前有靖康之难 灰青二帝还在金国做人质 如果岳飞一举攻下金国 甚至使金国覆灭 南宋赢回灰青二帝 恐自己便会地位不保 二也是因为靖康支持在前 宋高宗对近人存在巨大的心理恐惧及阴影 害怕因为自个儿对近多多相逼 适得其反 造成再一次靖康支持的发生 那有没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呢 答案是有的 而且这个因素倒在岳飞被冤死狱中的 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岳飞行兵作战的本事 世人是皆有目共睹啊 平天下者得人心 在古代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在屡立战功 手中兵权愈发雍实的岳飞面前 作为君王的赵康 不可能不对他产生猜忌 再加上秦桧等人于一旁 几番怂恿唆使 赵康当然会害怕岳飞 在成功贫荆之后功高盖主 甚至取而代之 这才是岳飞为何含冤而亡 并且为什么必须是他死的原因 宋高宗对岳飞下手 出于其害怕岳飞功高盖主 取而代之 而他这种担忧从何而来呢 在岳飞死后 又为何无人替他报仇呢 其实啊 在岳飞冤死的几年前 恶果就已经深埋地下 公元1137年 赵沟消去了刘光师的兵权 原想让岳飞全权接管 这五万的怀西军 连圣旨都已经下达 并著名听飞号令如阵清刑 但谁承想岳飞刚刚接手 这五万怀西军事 赵沟又突然反悔了 自己之前所做的决定 取消了此前对岳飞的任命 这其中当然是有人提醒了赵沟 岳飞已然兵权在握 如果再增强其手中的兵权 恐对陛下您的江山射击 产生巨大的威胁 赵沟心想是这么回事 于是又立马撤取了之前 将五万怀西军 拨给岳飞的诏书 而岳飞在这件事上的情伤 也确实不高 在知道皇帝撤取赵书这事之后 他很气愤 觉得高宗这是不相信自己 于是心中诸多不满堆积 造成了情绪的爆发 只是岳飞想也不想 就向高宗上奏辞职回乡 而且高宗的批示都还没下来 岳飞就自作主张回了庐山 开始隐居 这对皇帝来说 简直是挑战权威 抗旨不尊 可当时岳飞及岳家军 对南宋朝道而言 实在是太过重要 因此赵沟虽然心有不满 也并未追究岳飞的分毫 此后对军战士吃紧 赵沟又多次请求岳飞回朝复任 但心里气愤难当的岳飞 却闹起了情绪 就是不肯复制 最后还是赵沟 请托岳飞的亲信豪言相劝 才终是劝回了岳飞重新复任 对于岳飞而言 这可能只是他数十年 从军生涯中 为数不多的一次小情绪 可奈何皇帝不这么想 你屡次三番抗执不尊 如此目中无人 将我这个天子置于何地呢 因此在多年后岳飞下狱时 秦桧如此草率的 就坐实了岳飞的罪行 向赵沟擒指赐死岳飞时 赵沟才会想也不想 于当日就果断批复了 处死岳飞的公吻 令人唏嘘又叹晚了 而对于岳家军势力如此庞大 为何在岳飞死后 竟无一人替其申冤 复仇这一问题呢 其实也很好理解 赵沟对岳飞的怀疑和愤恨 早不是一朝一夕 从岳飞与北伐中受命回朝开始 赵沟便在秦桧的唆使下 一点点瓦解岳飞的势力 将其身边的亲信替换殆尽 直至取替掉岳飞手中所有的使权 而此时的岳家军 也早已不是岳飞的岳家军了 又怎么可能 有人为其平反和复仇呢 由此可见 岳飞的含怨而死 乃秦桧酿成不假 但更生存次的原因 却是一个不够圆滑的终止之人 不幸身在诡诈险恶的政治中心 他身不由己 也无可奈何呀